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 港澳应该发挥一国两制优势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听见习主席说人民万岁 祖国万岁的时候 我特别激动 看见老百姓欢乐的那种场面 大家一同在分享国家的那种繁荣和欢乐 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到 祖国万岁 人民万岁 主席讲了一句话非常感动 就是没有任何的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 感觉特别有信心 我们作为祖国的一份子 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 特别是在澳门 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底下 我们要让它行稳致援 参观正在北京举行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观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 港澳嘉宾感慨70年巨大成就 表示港澳要与祖国同发展 共进步 祝福祖国明天更美好 最打动了我就是五星红极 跟这个郭辉走过来 我为我是中国人感到高 自豪 骄傲 五星红极 这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精神支柱 一种依靠 我们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 到处都是我们的澳门的年轻学子 在分享这样的一种喜悦 澳门的未来一定是和祖国 新天心跟祖国一起发展 展望未来我们还是充满信心 能克服现在目前的困难 往后在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这个前提以下 继续发挥兔特的作用 贡献国家的发展